魏先生的新房位于杭州乾塘区合庄的朝文天下小区 他说去年8月份房子毛皮交付 开始安排装修 平时上班也比较忙 马桶是9月18号在他们那里订的 惠达魏玉的销售清单显示 两个智能马桶的总金额是7500块钱 此外魏先生还在惠达买了花洒等其他魏玉产品 上个月16号师傅上门安装好了两个马桶 分别在客位和主位 魏先生来到客位 演示了一下这款智能马桶正常情况下的冲水情况 另外一个在这里 这个只能坐上去 但他那个就现在你按哪个都是没反应 现场魏先生操作了一下 主位的智能马桶确实无法出水 他说安装完当天就把问题反应给了门店 有几位师傅陆续上门 但是一直没有修好 智能马桶是在惠达未遇恒大店买的 赶到这里发现市场门口贴了春节放假通知 从1月14号放到1月31号 魏先生给店长打了电话 他说是给你更换配件吗 之前说过的是电脑主板的那个插头送动了 这个我是同意维修的 后面那个这个问题有点大 我说那我新买的 我肯定问题过来 我肯定是不维修了 售后总部那边的话 是同意给你更换配件 我新买的一天没用 你来给我再换配件 你觉得是你 你能接受吗 安装是有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一次使用 那我这个是真的没法 他说安装的当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退换的政策 如果是大的电脑主板坏的话 有可能会可能厂家会说给它更换 属于小配件坏的话 就给它更换配件 那也就是说时间拖这么长 其实是你们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是吗 也是有的 因为检测的话 确实每一个师傅去 可能他就是不是负责这一块的 他们可能会想到是管道啊 其他方面的问题 店长表示会把魏先生退货的诉求反映上去 后来记者也拨打了汇达卫浴400客服 反映了魏先生的情况 你们的智能马桶是不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三包法 给予售后的保障呢 对啊 12月30号报修的 不是16号 咱们系统上面有显示 我说7天内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客户有权要求更换同款型号或同等价值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保修期内同一故障 接着再次向魏先生核实 他说确实当天就出现了问题 他把情况反映给了安装师傅和门店 上门没修好后 才拨打了400电话反映 他说目前店长正在和他协商换货的事情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